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走湘西过来的 做这个作品已经做了接近五十多年了 开始我们靠这个就是养家户口 以前我们做这个养家户口 以前我们做的时候 从第八年我们就开始做了 传家过去做那时候 生活又苦没有交通 都是靠走路的 觉得走大炮都在你头头都走不动 上到去湖北的恩寺 下到去沾家盖的盐骨瓶 吃你再带我们都走 我们贴得好宽 从1992年95年这个街道 看来看来就没有失散了 我们后来到外地也就没走开了 就到家里就走一些花 我是第三代的 我们的父母亲都是编鞋子 一串鞋子只有3块5 那时候编的还上该卖 就是我上那个小学五年去 他们做 我也就到三面姐姐就跟他做 后来从他们做好了 我到18岁 就又跟他别人学了 以前我们的父母亲 他们都是做平面上的编鞋子 现在鞋鞋鞋子他们就不会 我们后来又跟了好几个诗 他从这个鞋鞋子上去学到下去 我到你这个栽大 我们可以要走几天楼了 以前都是走楼的 一千四十块钱 我带过头去走三天楼 走到这个栽子 你走不走棉花 你走不走有的他不走 那不走的你就要不去走 也遇到好多空了 再两个头的 头的三天楼都去夜方的 到第二天十二天多钟 都还没跌到缓起 一天大概那么荒山 荒山荒下来又没得人 你没做多事了 又没得缓起又没得缓点 我们都是国家国库船 都是不像这些城市的 都是农村的 也起了好多苦 亏了也在外面 有时候没做多事到那地方 你驾驶近在 他都不接受你 不要 你也不走 他不晓得你的性质 到底走得好 他是走得好 都不接受的 要到那个地方走过几年了 再开 人也输了 做的东西他也知道了 那就好走 这边一开始开 那难度相当大呀 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开 还是私活的牌子吧 背笼要他回起来 工具要他回起来 他也背不起了 不得 只剩我一年就不走了 我现在楼市失了 那现在百八种七八十都可以做得出来了 一百都七八十 我那个小儿子现在十岁了 他是最后有个了 他就开车开了 就不够了 他这些他都能做 他还自己开个店 他还参加个实战比赛 他一下去 抽中没几百年就跟着我做 我也做了十 一二十多年和我做了 那做了十多年 他现在就看了看了没有事 我要是想到到这里不累 工资就没那么多 也没有在问题上 有时就做一点没的事 也就只有我了 这个头的 我希望想是没有人来吗 要是你想要那种方法 你不讲下去 他们回头就不休的了 编这种是这样的变化 你编哪一种它的灭 首先要基本上的灭 你把它叫花强 你灭不花强 你就编不动 你就编不不好看 我未来人来说我就还有些担心了 那么我们想我们这套 要是想想跟后想这套用 虽然想不休了 帮我们这套技术就靠下它了 我们就是想要想学 你要聪明点了 真正正规的要给我们学来 最少我们以前是三年 最少它和我们有一年时间 就和我们接触 马上就可以都可以做得了 你单独别一种 人妈家一样 你咋就不钱还了 你就出不了没了 你就到别的里面 你就做不出来了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欢止TV